日本人憤怒示威 赴岛核废水周四中午就要排放 一早就有人跑到东京电力公司外 举牌怒吼 前一晚在首尔市中心 也有示威团体以韩文英文和中文标语 敦促日本撤回排放计划 大家担心的是 核废水入海会污染吃下肚的海鲜 南韩大型超市还因此上演抢购潮 超市员工边忙碌边皱起眉头 担心核废水排放后 海鲜销量将直直落 这是因为福岛核灾发生 以后南韩从日本进口的鱼备类产品 曾在四年内大减60%以上 这也不敢保证当时的惨况 不会再重演 南韩专家说排放进太平洋的污染水将以顺时正方式经北太平洋洋流 加利福尼亚洋流 再沿北赤道洋流与黑潮会合 先经过台湾再到朝鲜半岛 也就是说流经南韩的核废水相较下已经稀释过 不过南韩政府还是承诺 未来会对200住的海域加强检测 TV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